大家好,烧水壶我们每天都会用来烧水,但这个烧水壶用久了之后,这个底部会结成厚厚的水垢。 如果这个水垢长期积累不清洁的话,那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。 这个水垢应该如何去除呢?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个去除水垢的小妙招。 方法非常的简单,一看就会。 首先在这个水壶里倒入一勺的小苏打。 倒入适量的白醋,白醋和小苏打会产生化学反应。 能够溶解水壶底部的水垢,然后再倒入清水。 这里建议大家水不要烧得太满,以免在烧水的过程中水会溢出来。 最后开启烧水模式就可以了。 在烧水水沸腾的过程中,水底部的污垢会自动溶解下来。 把水烧开后,我们将其把水倒掉,看水垢基本上都清洗干净了。 再冲洗一遍,清洗完之后,这个烧水壶就彻底的干净了,非常的简单。 如果你家的烧水壶也有这样的水垢,不妨试试这个方法,非常的好用。 喜欢我的视频点赞关注加留言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您的观看